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悟,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那今天呢,正好帮一个客人去买他房子 这套房子最后没有买到 没有买到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最后的价钱标的 我认为稍微有点离谱 这个客人是投资客人 我不想再去跟这些自助客人去抢了 所以这个房子就放了 这套房子最后成交的价钱是266万欧币 而这套房子的建议价呢,只有240万欧币 那么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聊聊 什么叫建议价 那么很多朋友在看,在网上看房子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一个词叫guide price 那这guide price呢,翻译成中文叫建议价 那么这个建议价能否真的给到大家的建议呢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建议价的多数情况下 是给不到任何建议的 经常我在看房子的时候 比如说两个星期前看一套townhouse 这个房子的guide price是170万 看完之后呢,下午的时候中介就给我打电话 说Rush,你觉得这房子值多少钱 我说哥们,你这房子至少是1.8到1.9 我说如果没什么太大问题 应该是接近1.9的 他说,嗯,我也这么认为 之所以房子在open的时候能来这么多人 就是因为建议价普遍偏低 就是因为很多人不懂什么叫建议价 还有一个案例是在两个月前 在新的夏北区,一个两房的公寓 房子非常的好 朝向非常好 户型布局也没有问题 那个时候还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那个房子的建议价当时只有100万 最终这套房子的成交价接近140万 其实呢,按照这个fair trading的要求啊 你的guide price要根据这个物业 它周边的comparable sales来定 但是呢,有些中介它会钻这个空子 它在跟业主签这个卖方合同的时候 会把这个底价定的比较低 比如说这个房子实际上业主的期待值是120万 但是它在这个合同上可能就写一个100万 那这样的话,它保证它的guide price 跟它跟业主签的这个底价呢 是matched 那这样的话,如果说fire trading查 是没有什么把柄的 所以作为买家呢 你自己一定要很清楚 你要现实一点 很少有人愿意赔钱买房子 这样的情况是有 但是这样的案例并不是特别多 那么再一点呢 就是悉尼不同的中介策略不一样 有的中介喜欢把建议价定的比较贴合时机 有的中介的建议价往往很低 它定低的原因就是去吸引更多的潜在的买家来我的open 你买不买到没关系 我起码知道你可能是一个potential的buyer 我可以把你的信息拿到之后 未来有合适的房子 我再推给你 有一些人是这么做的 有些朋友呢 去看了很多的房子 发现自己总是买不到 这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你的原因 而是因为中介定的guide price非常的tricky 最后一点呢 如果大家要买房子的时候 你自己心里要抛开这个guide price 要自己按照周边的同类型物业的成交的价钱 来推理一下这套房子的价钱 而不是因为这个guide price 你就相信了 这套房子最终的价钱和guide差不太多 好吗 那关于建议价的话题 我们今天先说到这 我们进入今天的虚拟方式观察 那么上周的市场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 我目前来讲感觉市场的两斤分放很严重 就是好的房子的供需关系依然很紧张 溢价依然存在 差的房子呢 你怎么调价 他还是没有买家 上周新州清盘率76% 上网物业318套 242套房子被人买走 新的清盘率65% None Auction Sales 非排场售输物业1448套 和大上周没有太大区别 那么上周最佳独立物交易 来自于新的内息区Dalicheo Dalicheo House中位价160万 这套上网物业是一套占地251平 内部85平 三房一位不带车位的独立屋 上周用时31天 以143万欧币的价钱拍场售出 而在2009年的价钱是5705千欧币 堪称上周最佳独立物交易 那这套房子也是一套做了翻新的物业 那么上周最佳公寓交易 来自于新的下北区Walson Craft Walson Craft公寓中位价110万 这套上网物业是一套三房两位 一车位总面积114平的连排别数 上周用时28天 以161万欧币的价钱拍钱售出 而在2011年买入的价钱是79万欧币 那这套房子其实在off market的时候 我就已经去看过了 其实房子总体还可以 就是感觉稍微有点嘎吱嘎吱的感觉 但我觉得总体成交的价钱 是非常理想的 那这套房子也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翻新 看完最佳交易 我们来看最差交易 上周最差独立物交易来自于新的北偏西 Culingford House中位价140万 那这套上网物业占地803平 四房两位两车位 上周用时159天 以155万欧币的价钱收出 而在2016年买入的价钱是170万欧币 那这套房子乍一看 还是一个打算推倒重建 一个类型的物业 最后我们来看上周最差公寓交易 上周最差公寓交易 来自于新的下北区 也是华人重镇Chasswood Chasswood 公寓中位价100万欧币 这套上网物业 总面积143平 两房两位与车位 上周用时117天 以105万欧币的价钱收出 而在2017年买入的价钱是140万欧币 那很多房子都是在2017年买入 今天卖掉 但是跌得这么惨的公寓并不多见 那么本期节目就这样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